今天多雲不太熱 所以帶牠們去寵物公園玩 我們去灣仔臨時海濱花園 去寵物共和公園之前 我們首先去了灣仔的灣景中心 那裏也有不少的餐廳有室外位可以帶小狗 我們今天會去一間比利時的餐廳 就是這間FRITES的比利時餐廳 可以坐有蓋的室外位置 這裏的室外環境很不錯 除了有非常闊的有蓋樓頂外 還有大風扇 室外位置非常多 除了這邊還有一個轉角位 來到比利時餐廳當然要試牠們的青口 老公平日不吃青口 但你看看牠現在 都差不多清了整鍋 青口真的好吃 你看牠一塊摺一塊 不知如何形容肉質完全不同 龍蝦飯賣相是很美的 但吃下去有些偏酸 如果喜歡吃很酸的蕃茄的朋友都可以試一試 價錢也不便宜 好像要295元 必吃青口 龍蝦飯一般般 可麵失麵 只有樣子好看 我們現在要駕駛出去 拍近會展那邊 現在出發去博覽道中停車場 在灣仔近寵物公園那邊附近最便宜的停車場 有27元一小時的網上資料 在灣仔臨時海濱公園很漂亮 很長 灣仔臨時海濱公園還會駁住中西區海濱公園中環段 就是去摩天輪的方向 可以一直走到摩天輪 快點了 想看得知香港寵物公園公園的 現場情況就記得鎖定暗毛記者 鐵姨Kofi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 按下旁邊的鐘仔 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條影片的啦 拜拜